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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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星期三晚的《城市特首》 今晚在演博室,是婷婷陪著各位 中秋街截就到 預計到時廣州地鐵的客樓將會有所增長 廣州地鐵最近宣布 在中秋節前一日和節日期間 14號線以及21號線兩條線路 將會調整行車組織方式增加運力 大家記得要留意 好了,下面看看今晚的熱手榜 有甚麼新鮮資訊 華為首款三攝平手機亮相 幾百萬人提前預約 曾經炒到九萬元一台的天價 颱風過後,海灘出現大量生蠔 居民紛紛帶工具滾海 專家提醒說,盡量不好吃 可能攜帶大量污染物和有害物質 快遞舉巨頭蜂巢 靠快遞製留金 三年半賺了8億元 網友說,猜不到有這麼多拖延症的人 中國紙兵馬勇首次公開展出 紫星牙鳥是古代人工合成 我們給大家介紹一下 這很快介紹 郡展羅收到世界紀錄認證書鳥 中凡衣賽說,沒甚麼好說 是第二個鳥 從身邊的山山姑娘說 他們的名字是漢武帝起的 網友葉平 原來是那位山山來仕的姑娘 體用大學軍辦組織拔河比賽 比賽開始後4秒 條繩就被扯斷了 大學軍辦組織 公圖要不要來 當時芒王進來看見隻蟑螂 然後行星陣就上巨圖搜抓了 告訴您的玉帝老兒 看不起來老孫 早要講得看 網友來到大勝之眼景點 平網一轉,預見大勝 我們為其變大勝 英武的其他拋陰,認真不得了 自慢到賞 但之我都感覺深度 一看天上就感觉挺奇怪的 没什么见过 就眼看得更震撼一点 就特别压抑 讲到天气方面 最近广州的雨水 周不时就过来拆存在感 未来几天依然都是阳光和雷雨的相伴 大家出门都是要随身带遮 至于大家关心的节假日天气 中秋节前的雨势可能就会比较明显 一起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 今天一大早 新的歌快要热唱了 今天最高气温可达到34度 部分地区会随机下雨 咦?这不是要下滚水? 未来几天阳光雷雨相伴 各位记得带好装备 时刻留意天气动向再出门 台风过后到处积水 如果没有及时的清掃处理 很有可能会引起登革热的发生 登革热是由登革病毒引起的 经花蚊丁咬传播的发热、皮疹、全身疼痛 为主要症状的急性虫霉传染病 出现以上症状要及时就医 登革热的流行季节是5至10月份 这个期间我们一定要小心预防 清除家中积水 保持环境干燥 安装沙窗、沙门、使用蚊杖 外出时避好驱蚊水 避免在草虫、花潭、水池等 蚊虫聚集的地方逗留 看看明天天气预测 先踏手天,你仔细喽 每年都被受大家关注的 广州马拉松赛报名 已经正式开启 并且官宣将会在12月8日 名窗起跑 报名时间将会持续到 9月19日晚刻的5点钟 到底今年的线路和赛制 有什么亮点和特色呢 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 今年广马跑入第11年 最大的变化是全马和半马 不再一起跑 半马将会在区域举行 而全马就在12月8日开跑 赛事规模2万6千人 将会分成两批开赛 以赛将采用分枪起跑方式 第一枪的发力时间为7点30分 第二枪发力时间为7点50分 马拉松起点设在天河体育中心 中点设在调整到海青沙 调整后 冲刺人前的星光大道直线冲刺段 距离共有约270米 将比往年终点前的弯道赛段 将更有利于选手创造好的成绩 尋人亚洲3点 广马正式启动报名 报名时间将持续到9月19日 下午5点 年满20周岁的跑友 可以在这个期间 登陆广州马拉松赛官网 或者是官方合作的APP进行报名 报名费160元每人 如果报名人数超过项目设定名额 将会通过抽签确定参赛者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广马另一大变化 是首次退出退赛机制 中签的选手在完成缴费之后 如果因为个人原因不再参赛 可以在限期内沿路全额退费 而退赛的名额将会进入第二轮的抽签 最近在深圳想换新车的朋友留意 深圳市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加力支持消费品 以旧换新实施方案提出 支持个人消费者乘用车致换更新 最高补贴1.6万 方案落地之后 消费市场表现如何呢 一起了解一下 在深圳市南山区这家汽车销售门店 前来看车的消费者乐极不住 跟门店工作人员嘉笑 以旧换新政策 吸引了不少有支援需求的消费者 前来咨询具体的补贴细枝 这个政策肯定是很好的 就是促进大家消费 就会更加去更有动力去换车 我们整个店的客流是明显的 在这个周末有很大的增长 然后市民买车的热情度也是很高的 我们也对相关也进行了 移旧换新政策的培训 同时厂家也针对了这次 深圳的移旧换新政策 也结加了自己的厂家移旧换新政策 最高可达了1万8千元 今次已旧换新实施方案提出 对个人消费者转让本人名下汽车 并在深圳新购新能源车 或者符合国陆排放标准的燃油车 给予一次性购车补贴 白车价格在7万元到15万元的 燃油车和新能源车补贴 分别是8千元一部和9千元一部 白车价格在15万元到25万元的 燃油车和新能源车补贴 分别是1.2万元一部和1.3万元一部 到2024年底 实现汽车已旧换新约7万部 借助新一轮补贴红利 各销售商亦都及时推出 新的店面折扣和优惠 在多重利好的家持下 市民汽车消费愿望不断得到提升 现有用户中我们增换购的比例高达了57% 其中已旧换新的比例达到了30% 我相信随着这一次政策的进一步的推出 将会加快很多老旧汽车的更新 提升新能源汽车的升级率 之前也是买车的时候参与过我们的深圳市的补贴 希望就是对于这些补贴能够扩大到更多的环节和内容上 然后给市民带来更多的便利和优惠 买电动车同样都有福利 近日商务部等五部门发布 推动电动自行车已旧换新实施方案 组织合规电单车生产企业的合格产品 参加消费品已旧换新活动 这是国家首次出台电动自行车已旧换新的政策 这次已旧换新补贴多少又应该如何补贴呢 商务部等五部门办公厅室 发布关于印发推动电动自行车 已旧换新实施方案的通知 对家回个人名下老旧电动自行车 并换购电动自行车新车的消费者予以补贴 鼓励享受补贴的消费者 购买符合电动自行车行业规范条件 企业生产的合格电动自行车 支持销售企业和生产企业 回收企业联合开展已旧换新 对消费者给予结加一维 记者走访了部分电动自行车门店了解到 门店一直以来都有电动车已旧换新的补贴 如果叠加上这次的补贴 将会是双重利好 电动车旧的产旧本身的价值 就是200多到700不等 根据车型跟着配置 叠加到国家财政的补贴是 大概300到500 总价值的话大概有800到1100 你旧换新很好 很划算 创了新的续航也长 很好啊 因为有这个旧换新政策的话 我们的旧车相当地的费用会高一点 对我们是得到实惠 这个政策是非常好的 而且我的车已经用得很旧了 如果拿来换的话 对我来说是利益最大化了 另外考虑到近年来 原宣储电池在电动自行车中 占比接近80元 且安全性较好 价格便宜 这次政策对于将老旧 李离子储电池电动自行车 换扣成原宣储电池自行车的消费者 会适度加大补贴力度 对于仍然想换扣李离子储电池 电动自行车的消费者 则有时间限制 由于电动自行车用 李离子储电池安全技术规范 国家标准 今年11月1日才正式实施 因此建议这部分消费者 等国家标准实施之后再进行换扣 业内人士介绍 补贴金额将会综合考虑 旧车的车况 使用年限 车型 以及新车的价格等多种因素 李离子储电池的出台 将极大地激发电动自行车市场的活力 一方面 消费者可以通过已久换身 以更加优惠的价格 获得性能更优 更加安全 环保的新车 提升出行品质 另一方面 也将会促进生产企业 不断地创新升级产品 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 广州地铁11号线 串连月秀 荔湾 海珠 天河 百云 五个中心城区 可谓是广州地铁的 换城之王 它的开通可以说是值得传承期待 现在进度条正式刷新 特首今天就帮大家提前体验 踏成这条11号线 今天早上 广州地铁宣布 为实现广州轨道交通 首条环线11号线 年底开通的目标 21号线天河公园至圆川段 将从10月2号开始进行拆解施工 届时 21号线终点站 将由圆川站调整为天河公园站 等11号线连带开通之后 圆川站将成为11号线 和5号线的换城站 而天河公园站 就会成为11号线 和21号线的换城站 天河公园至圆川段归环 首条地铁环线实现闭环 广州地铁11号线是广州首条环线 全线44.2公里 创两次广州的五个区 其中它的车站设置有31座 矿城站超过了80% 达到26座 那么是名副其实的换城之王 目前11号线土建工程 累计完成8至98 除了天河公园至圆川段之外 全线轨道区以及22座车站 已经移交运营调试 将会在年内开通运营 10月2号开始 经过88天的拆解调试之后 届时11号线全面开通 就能够将广州地铁的整个市网 串联起来 更好感为市民出行提供便利 10月2号起 21号线的终点站 由地铁园村站改为天河公园站 届时有换城5号线需求的乘客 可以通过4号线和7号线进行换城 可能时间上有所延迟 但票价不变 我们到时候天河公园到园村区段 就拆解之后 我们21号线往市区的乘客 可以通过两条路径进行换城 首先是通过水溪站 通过7号线到大沙东 再换城5号线 另外一种路径是通过黄村站 换城4号线 通过车杯南到达5号线 在停运的期间 我们都会安排工作人员 在现场对乘客进行相关的指引 那么也会派出我们的一些服务人员 给乘客一些温馨的一些齐性的小卡键 包括我们也会派发一些宣传单张 此外 广州地铁APP也将同步更新相关的查询信息 市民可以通过APP 提前掌握出行路径 以及锁碎时间 中秋节已经正式进入到计时 中秋节休息三天 中秋假期第一天 也就是9月15号的火车票 已经在9月1号开售 那今年的中秋首日的火车票 能否抢售呢 哪些目的地一票难求 哪些线路又比较热门 马上搜索 球票平台显示 中秋节首日的火车票 在开售的仅仅半个小时 北京出发到武汉、郑州、长沙 和成都出发到黄龙九寨等热门路的车票 已经连了 中秋假期出游以短途游为主 9月14号下午3点至晚上10点 9月15号的早上7点到早上11点 是热门的出行时段 那么预计我们高峰将在9月14日下午开始 部分时间段及部分车市、车票 还是比较紧张的 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出行时间 扩大选择 比如预计早上七八点出行的旅客 在车票受薪的情况下 可以选择后续时间出行 最近阿神话吴空游戏的走红 带往了多地的旅游市场 速局显示 到太原的部分热门车票已经连了 有人早早抢票 而有人就选择错峰出行 前两天的话 是要去深圳那边 然后也是定的闹钟去抢 确实 闹钟还是抢得很快的 我觉得中秋节出行的人会很多 我们就尽量别去紧了 如果买不到直达车票的话 可以考虑购买联乘票 分断乘车 同时也可以试下官方的执楼途径 后保扣票 网站还有我们手机12306APP 那么根据旅客出行需求和鱼票情况 中秋节就到的了 在令南传统文化浓郁的佛山 除了特色月饼和时令的美食 还少不到中秋花灯 佛山花灯是中国传统灯彩艺术的主要流派之一 因为工艺征扎 造型生动 色彩艳丽而文明 今年的中秋花灯 有哪些创新的用选 我们下期见 有哪些创新的用选 我们下期见 有哪些创新的用选 还有一大手 之后 我们下期见 是 可能 我们下期见 可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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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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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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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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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将贅 文字幕志愿者 資料显示 最近很多城市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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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手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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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